公车族要当心有一些隐形陷阱 这是在新北市三重三河路的四段 公车停靠站跟马路上有落差将近四公分 让很多经常在这里下车的民众 没有仔细看就跌着满身是伤 那么其中还有一位73岁的老奶奶 一个月在同一个地方跌了两次 让她现在呢只要一下公车都会感觉怕怕的 好我们来看 这是在台北市交通局 砸下了6420万改造捷运信任县的长廊市公车后车停 那么从传统的钢铁材质改成透光的玻璃材质 讲求设计 不过民众骂翻天 主要是因为透光的后车停遮阳效果大打折扣 反而让民众等公车的时候等得满身大汗 擦汗的擦汗 山峰的山峰 站在后车停下照样得撑拔山挡住猎羊 婆婆妈妈抱怨 简直就跟大太阳底下曝晒没两样 好热啊 像在烤地瓜 设计的不好 晒得受不了啊 问题就出在一整排的新式长廊后车停 设计会透光 告诉您这种透明式的后车停到底有多热呢 我只有站在这边五分钟啊 我就已经浑身大汗 这么一侧哇42度耶 好你看这个是传统式的后车停 大概侧的温度是38度 跟新式的一比一叉就差了两到三度 透明式传统后车停遮阳效果优劣一目了然 后车停不隔热 部分沿线还有电线乱挂 美观大打折扣 其实我们也做过测试它是具有那种遮阳的效果 是存在的 投入6420万的新式后车停沿着幸运捷运线 有25座传统后车停改造大变身 将求设计感可以从原来的钢铁材质 换成了透光的玻璃材质 现在却被民众大股苦水 等公车容易晒昏头 台北市公寓处古破网承诺会再加贴隔热纸 平息民怨 谢谢曾建勋周一的台北采访报道